今天早上,小弟儿与大家一同学习的题目是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这句话呢,是主耶稣对门徒所说的话 那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当中提到了 这个作者写这本书的目的 就是要让读这本书的人来去相信 耶稣是基督,并且他是神的儿子 来去因为信他,因他的名得着永生 所以在约翰福音当中,追书行了一些神迹 当然相对而言,这个神迹对观福音来说是比较少的 可是在约翰福音的主轴就是提到耶稣是神的儿子 那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16章里面有一个我们可以参考的分段 就是提到主耶稣,他重复出来,要到世界去 那现在他完成的事情,他要离开这个世界 做他最后一个在世界上的工作,就是钉在十字架上 那最后他就往天父那里去 那这就是我们可以参考的一个约翰福音的分段 那我们来把圣经翻到约翰福音的十三章 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提到 十三章第一节 约翰福音的分段 约翰福音的分段 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 他去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去爱他们到底 所以这就是绝书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知道了 那所以在这里他设立了这个洗脚礼 而这个洗脚礼就是跟得救有直接关系的一个圣礼 因此我们教会从一开始蒙神的启示 到如今我们依然来去遵守神的话 那在十三章过后呢 我们看见绝书预言要来去 就是这个他的门徒 就是犹大要来去出卖他 那之后呢 绝书交代他们一个这个新的命令 就是要他们彼此相爱 那在这个十三章当中我们看见 那最后呢 其实绝书提到了一个事情 让门徒他们忧愁了 我们来看这个十三章的三十三节 约翰福音十三章的三十三节 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 后来你们要找我 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 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 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 其实正如我们刚刚所念的 绝书知道他要走上这个哥哥他的路 他要为世人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 来去流出他这个宝血来洗去世人的罪 那因此绝书知道他要离开了 可是门徒们似乎还是没有意识到 纵使绝书已经三次之前来去跟他们说过这事情 可是他们好像还不是能够明白这个事情 那所以在这里绝书跟他们说 他和门徒们的时间不多了 所以他要离开了 而且他离开这地方 不是门徒可以跟着来的 门徒已经跟绝书三年多了 突然间绝书要离开了 那所以在三十六节到三十八节这里有提到 彼得就来去问耶稣 这个主啊你要去什么地方 我要去啊 绝书怎么回答他呢 三十七节 三十八节 其实绝书说 你愿意为我舍命吗 其实在基教已先你要三次不认我 其实绝书知道门徒们的软弱 当时候纵使他们很不想离开耶稣 可是绝书因为要为世人成就救恩 所以他们必须与绝书分开 所以在第十四章第一节这里提到 十四章的第一节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你们信神也当信我 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当时候门徒是非常的忧愁的 那甚至在十二章当中 众人对耶稣的认识也是一样的 因为按照律法来说 基督是永存的 可是他们不知道 基督就是绝书 他要在世间上 这个在肉身里面 最主要要成就的工作 就是十字架的救恩 就是他要为我们众人的罪 带死在十字架上 要离开这个世界 并且要复活 所以这是门徒和众人对耶稣的认识 所以在十六章也是一样的 我们来看十六章 十六章的第四节下半段到第六节 十六章的第四节下半段到第六节 我几些没有将这事告诉你们 因为我与你们同在 现在我往拆我来的父那里去 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 我往哪里去 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 你们就满心忧愁 所以我们看了几节经文 我们知道你们不要忧愁 就是指着门徒而言 并且他们忧愁的原因 就是因为绝书要离开他们了 他们心里面非常的悲伤 因为绝书离开 他们也不能跟着去啊 所以他们心里面非常的愁苦 在如今这个世界的趋势当中 很多事情会让我们不平安 很多事情会让我们忧愁 那可是我们是否有去思考 到底让我们忧愁的事情 是关乎我们的信仰 还是关乎我们的生活而已呢 其实对门徒而言 在当时候的这个氛围当中 其实耶稣所传的这个道理 是被逼迫的 是被人看清的 这是外在对他们的影响 可是当时候 他们不是忧愁这个 他们忧愁的是绝书要离开他们 是过后他们信仰的 他们知道绝书一离开他们 可能他们就不能来去依靠这个神了 这是门徒们心里的忧愁 因此在14章告诉我们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4章 14章的27节 那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 约翰福音14章的27节 27节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这里当绝书提到他要离开了 直到门徒心里面忧愁 因此绝书这样子来安慰他们 跟他们说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并且绝书的平安 绝书所赐给他们的平安 不像世人所赐的 因此呢 叫门徒心里面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所以这是主最大的安慰 因为绝书的平安 一致的跟门徒同在 今天也和我们同在 可是我们是否知道 主的平安是什么呢 有时候我们心中忧愁 心中没有平安 心中胆怯 是因为我们不是很了解 圣经当中所告诉我们的 主的平安到底是什么 如果我们不知道主的平安是什么 那我们如何来去体验这份平安呢 我们如何来去了解 并且活在这个平安当中呢 所以今天我们很多事情会 让我们来去忧愁 可是如果我们真正明白 主所赐给我们的平安 如果我们真正能够活在这个平安当中 我们真正能够领受 并且保守这个平安 我们并能够在这一生当中 能够不会忧愁 所以首先我们就要知道 如何来去得到这个平安 如何来去重获这个平安 那我们先要知道 刚刚那个经文提到的两种平安 第一种呢 就是主所赐的平安 第二种呢 就是世人所赐的平安 这两种平安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 我们来去看什么是主所赐的平安 我们来看以复所书 以复所书第二章的十四节到二十二节 以复所书第二章的十四节到二十二节 这一段经文当中 我们能够看见很多和睦这个字 其实和睦这个字 如果我们看英文 它就是平安的意思 就是和平平安的意思 都是同一个字 可是中文可能 这个翻译的人 如果用这个平安放在里面 可能人不是很能够理解 可是按照其他的语文来说 是没有这个限制的 其实是同一个字来的 按照原文也是一样的 所以在这一段经文当中 提到的主所赐的平安 到底是什么呢 在十四节提到了 因他使我们和睦 将两下和为一 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所以我们能够理解 这里是提到了 因他使我们和平 因他使我们平安 其实就是提到 当时候教会的背景 是由犹太人 还有外邦人所组成的 为什么外邦人能够进入 这个教会当中呢 是因为主耶稣的宝血 救赎了世上一切的人 不分西利尼人还是犹太人 这就是神的义 要救那一切相信的人 是因为主耶稣的宝血 使到人与人之间 无论什么民族 无论住在哪里 只要借着宝血得救 我们就归回一个身体 在这身体里面就没有分你我了 无论是在台湾 或者在美国 在马来西亚 照样我们都是属于神的教会 这一个教会神的身体 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了主的平安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 就是和平的 而这个和平呢 是基于十字架上所成就的 在十六节提到 以赴所书二章十六节 既在十字架上灭了烟囚 便将这十架使两下归一体 与神和好的 这里又提到了另外一个和平 另外一个平安 就是我们与神的平安 我们与神的和平 所以因为耶稣的宝血 让我们能够 借着祂的宝血 洗去这个罪 这个罪呢 就是阻隔我们与神之间的距离 那这个距离呢 就是因为亚当犯罪 而罪进入了世界 凡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 都犯了罪 所以无论是什么人 只要活在世界上 只要出生都有罪 可是我们看见 主所赐的平安 给相信祂的人 就是借着祂的宝血 来让我们与神和好 与神有这个平安的关系 和睦的关系 所以十九节提到了 这样你们不再坐外人和客旅 与圣徒同国 是神家里的人 所以非常感谢耶稣基督 我们今天蒙神的拣选 有这个恩惠 能够因为绝书的宝血 来成为一家人 这一家人呢 其实是从 这个 这个创世之前 就已经拣选 这个拣选好了 那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 主所赐的平安 并非是我们人所想象的 主所赐的平安 其实是人与神之间的和睦 人与神之间的平安 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平安 所以这样子的平安 如果我们去想的话 它是不会被环境所影响 它不会被环境所动摇 那因为环境 它无法改变 我们的心 无法动摇 绝书宝血的这个能力 所以无论晴天 还是雨天 绝书的平安 不会改变 无论战争还是和平 无论疾病 还是这个健康 这个和平 不会被影响的 所以这才是 绝书所赐的平安 那世人所赐的平安是什么呢 我们如果看这个历史背景 我们就知道 当时候是罗马帝国在统治 这个巴勒斯坦帝 还有他们的范围很广大 在中东这一带 我们知道当时候 这个有个国王 有个君王 他执政的时候 就是从他开始 到差不多200年的时间 差不多是公元前27年 到祖后180年 接近200年的时间 这个罗马帝国 它的范围是 没有什么的增长 因为它已经很大了 因此在这段时间当中 百姓是比较 相对而言 是比较平安的 是国泰平安 因为没有战争 没有战争 就没有人死 所以当时候 接近200年的时间 过后我们 有些历史学家 称它为 这个罗马平安 这四个字 罗马平安 就是提到当时候 这个时代 这一段时间 这个国泰平安的 这个时间 所以这个其实 就是世人所赐的平安 其实怎么让我们来 去明白呢 就是当时候 环境上 给人感官上的平安 可是我们要知道 战争之前必有代价 战争之前 要留好多好多血 并且战争是 无止尽的 无穷尽的 直到今天 过了几千年 战争还是 依然持续 为什么呢 因为 人没有真正 从主而来的平安 没有主来的平安 就没有真正的和平 因为有主的平安 人与神和平 才没有罪的问题 没有罪的问题 才能达到真正的平安 所以人与人之间 是能够相爱的 就好像耶稣所说的 所赐下的心命 是能够彼此相爱的 不只是爱人如己 甚至要爱人舍己 这是主耶稣的命令 新的命令 超越了就业 把就业提升了 所以 世人所赐的平安 怎么能够取代 主所赐的平安呢 世人所赐的平安 只是外在的环境 动荡就影响到了 可是主所赐的平安 是从内在 是不会被影响的 是没有罪的瑕疵 是自由的 是对未来 对生命 是非常有把握的 这就是主所赐的平安 那因此 绝书曾经这样讲过 我们来看 约翰福音的十六章 约翰福音的十六章的三十三节 三十三节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是要叫你们 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 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 在这里提到很清楚了 绝书说什么 我们在世上 是有苦难的 可是在主里面有平安 所以这两样事情 是不会有冲突的 今天我们往往会认为 这两件事情 是有冲突的 其实这两件事情 我们这里看到很清楚 是没有冲突的 在主里面的平安 是不会改变的 是一直存在的 只要我们保守在主里面 可是主耶稣说 你们在世上 是有苦难的 如果信主耶稣 是没有苦难的 主耶稣就不会讲这句话了 如果信神就完完全全 在环境上 在病痛上完全的平安 圣经就不会这样子写了 甚至从旧约到新约 我们就看见 人的一生当中 有许多的苦难 好像这个火星飞腾 像岳伯记提到的 我们好像围在火 这个火当中 这个火旁边 我们如果是有 在这个火旁边 这个木烧起 如果有水 它会弹起来 这火星会飞出来 是我们不能预料的 是会遭遇到苦难的 可是呢 这里我们看见 主耶稣说 在世上是有苦难的 可是关键在哪里呢 不同在哪里呢 我们与世人面对苦难 不同在哪里呢 因为我们在主耶稣里面 主耶稣跟我们说 可是你们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 所以在福音书当中 我们看见 罪所导致到的瞎眼 导致到 恶者的瑕疵 甚至导致人的死亡 主耶稣一概都能胜过 主耶稣能够让 这个出生瞎眼的人 能够看见 里面附了好多鬼的人 能够赶出来 甚至死了几天的人 像拉撒路 约翰福音就有提到 主耶稣让他复活起来 因为主耶稣有能力 他是真神 他胜了世界 所以他叫我们放心 所以在主里面 并非是没有苦难的 在世界也是有苦难的 所以我们看见 这个保罗 他信主以后 他人生当中 领受到这个平安 可是这个平安 是有代价的 这个平安代价是什么 就是 因为有这个平安 他要面对 这个许许多多的挑战 因为我们在世上 我们的敌人 其实不是这个 冠状肺炎 我们的敌人 是恶者 所以我们看见 神的国不断的发展 恶者不断的阻挡 这是一定的 从使徒形状 从使徒形状 都一样的 到现在也是一样 现在更加严重 并且是越来越严重 所以如果我们不知道 这个平安 我们以世人的平安 取代我们心中的平安 这样子 我们就 非常的可惜 我们就会随流失去 所以保罗 他相信耶稣之后 他有了这个真的平安 就是从律法中 脱离这个瑕疵 得到真正的和平 和神的和平 与人之间的和平 可是主耶稣跟他说 你要为我的名 经历许许多的苦难 所以保罗一生当中 经历许许多的苦难 甚至到最后 是为主书牺牲的 今天我们有想到吗 在古代 在圣经当中 如果用我们今天 我们世人的角度 去看平安这两个字 圣经中很多门徒 很多使徒 他们都不平安 因为他们信了耶稣 他们为主书征战 最后是死的 好像耶利米也是一样 旧约的先知 也是一样的 可是我们就能够知道 绝书所赐的平安 不是这个平安 绝书所赐的平安 是因为这个和睦 导致到 我们在今生 能够靠主胜过一切困难 并且有盼望在未来 能够得到永生 所以我们在环境 面对苦难的时候 然后我们不要来去失去 我们领受的这个主的平安 我们也不要用世人的平安 来取代主的平安 那可是呢 我们看见 如果门徒当时候有了平安 为什么他还忧愁呢 我们有没有去想过 他们其实当时候 是相信耶稣了 是等待绝书 再十字架成全救恩 这个保血就有了这个功效 因着我们相信有这个功效 所以当时候 门徒其实跟我们今天是一样的 我们已经有这个平安了 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是和好的 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和好的 所以我们进来教会 我们都是按照圣经中所教导的 要彼此相爱 这就是没有罪之后才能够做的事情 那可是为什么当时候 门徒还不平安呢 那就是因为 跟我们今天也是一样 因为环境的问题 因为环境 因为主要离开了 感觉好像 我们有这个依靠了 心里面有点不安 有点不平安 跟我们今天一样的 我们会因为环境 而改变我们的心 会动摇我们的心 来去影响我们的心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从圣经来看 我们如何从这个忧虑 如何从这个忧愁来去转为平安呢 那我们刚刚看了 约翰福音的十六章三十三节 这里提到一个关键 十六章三十三节提到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是要叫你们在我心 在我里面有平安 这些事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 十六节 十六章的十六节 等不多时 你们就不得见我 再等不多 再等不多时 你们还要见我 我们再看二十节 十六章二十节 我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你们将要痛哭 爱好 世人倒要欢喜 你们将要忧愁 而你们的忧愁 要变为喜乐 二十二节 我们看二十二节 你们现在也是忧愁 但我还要 我要再见你们 你们的心 就喜乐了 这喜乐 也没有人能夺去 所以这里呢 我们看见一个关键 就是主耶稣 他将这个事情告诉门徒 就是要门徒 保守在主耶稣话当中 主耶稣已经跟他们说了 我要离开 可是 这里所指的离开 是死 而这里所指的 再见他们 是复活 见他们 所以这里 这一段所指的 再见他们 不是默认那个再见 是死了三天之后复活 要面对面 再和他们显现 所以这件事情 主耶稣告诉他们 所以主耶稣说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是要你们 在我里面有平安 什么叫 在我里面有平安呢 我们今天的理解 比较容易明白的就是 在主耶稣的话里面 来去得到这个平安 所以我们如何来去 体会这个平安 不会因环境而改变呢 就是 无论我们遇见什么问题 无论环境是平安 还是不平安 无论环境是如何的改变 我们都不要离开主里面 我们都不要离开主里面 因为主耶稣就是平安的根源 我们不要出去找平安 平安 真正的平安 真正满足人心里面 能够胜过死亡 能够胜过苦难的平安 不在外面 在主里面 在主里面才是胜的世界 在主里面才能胜过死权 所以不要离开主里面 无论什么环境 所以今天 我们面对了环境很大的影响 这个冠状病毒的影响 实在太大了 几乎没有人能够预测 昨天小弟看到新闻 他提到 这个专家跟这个 跟民众说 这个病毒 它扩散的时间不是 你决定的 他说 不是人决定 是这个病毒决定的 他是这样讲 可是我们基督徒是怎么想的 信耶稣人是怎么想的 应该是 病毒怎么传染什么 是神决定的啦 怎么可能是病毒决定呢 病毒也是受造的 一切都是掌握在神的手中 神才是最后 最终 最高 至高的掌权者 所以我们在主书里面 一定是能够胜过苦难的 可是关键在于 我们是否住在主书里面 这是关键 这是我们今天要去学习的 在小弟的国家 马来西亚 已经两个礼拜 大家不能出门 学校关闭 公司不用人上班 并且本来是要到31号 本来到3月31号就结束 就回去正常 可是因为这个 传得太厉害了 再加多两个礼拜 一个月的时间啊 在家里 所以我们那边传道的说 其实我们要去思考 在这段日子当中 我们应该不是去害怕的 为什么不害怕呢 我们难道会比世人更害怕吗 如果我们比世人更害怕 我们信仰就没有价值了 为什么 世人害怕是因为 对生命没有把握 没有神的话 在他们心里面 像亮光照着一样 可是我们知道 我们之所以不害怕 因为我们对生命有保护 因为我们有神的平安 这个平安 从现在 领导我们 到永生 就好像主书所说的 带来世界 是引我们到平安的路上 如同这个光照 要在这黑暗的世界当中 引导我们的脚步 所以 我们不应该是比世人 更惧怕的 因为我们有这个保障 神的保障 神不要我们遇到的问题 不管如何 我们绝对不会遇到的 绝对 是绝对的 所以在埃及 我们看到 最近相信大家都有听到很多 关于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瘟疫的道理 神把它分别 不可能会遇到的 如果神分别 如果神分别 如果不是神要我们遭遇到的 是不会遇到的 如果神要我们遭遇的 就按照神的旨意成全 不只是瘟疫而已 还有很多事情 自古以来 人生的苦难 难道只有瘟疫吗 癌症 没有癌症吗 没有那些 败血病吗 没有那些 免疫系统的问题吗 很多啊 人的疾病太多了 比瘟疫更恐怖的 太多了 所以 只要主 愿意 我们就来去 凭着信心 来去面对 我们一生当中 所面对一切问题 因为主耶稣说 他已经胜了世界 而且主耶稣告诉我们 我们是有得救的保障 可是这就代表 我们能够比世人更放肆吗 这就代表 我们出门就不要戴口罩吗 不是的 不是这样的意思 我们更加要争取生命啊 我们更加要争取生命 为什么 因为我们生命是主耶稣换来的 我们在这些世界上 我们存留的目的 不只是要享受这个世界上的福乐 我们还要传福音啊 所以圣经说 我们原是神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 所以 我们 没有像世人一样恐慌 这是正确的 可是我们 是比世人更珍惜生命的 是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生命 现在活着的是基督啊 不是我 是基督不是我 而且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活着的最主要目的是什么 荣耀神 荣耀神 并且 能够传福音 让更多的人走在这个平安路上 让他们 让他们的心中 没有这个忧愁 让他们领受这个真正的平安 所以 我们住在哪里 就决定我们平不平安 我们来参考一个经文 犹大书二十节 犹大书的二十节 亲爱的弟兄啊 你们需要在至圣的真刀上 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 二十一节 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 以下省略 这里就提到了什么是叫主里面 这是很关键的地方 就是我们今天生活当中 我们明白这道理 可是我们要懂怎么去实践出来 什么叫在主里面 就是 每一天 要借着至圣的真道 造就我们自己的心灵 让我们心中很多的忧虑 因为明白真道 而消失 而且在圣灵里祷告 按照神的意识忧愁 在圣灵里 在祷告当中 不断地提升自己 把我们自己心中的杂志 杂念来去消掉 那这一切呢 都是在主耶稣里面的 这个我们要去努力的方向 就好像门徒一样 门徒 我们能看到 他们 绝书复活之后 其实门徒还聚集在一起的 路加福音有讲到 十一个门徒聚在一起 还有 当时候一些门徒聚在一起 绝书向我们显现 跟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其实 他们为什么聚在一起 因为有绝书的话 跟他们说要聚在一起 为什么五训节的时候 大家都聚在一处 因为绝书跟他们说 再过多少日子 你们就要在什么地方 等候圣灵的降临 这就是在主里面 在真理的规模当中 我们今天 无论环境怎样 我们都要不离开主里面 就是我们仍然 保守自己在这个 真理的这个规模当中 这个话语的里面 我们就能够不离开主 我们就能够领受 那真正的平安 并且这平安 是由绝书爱来去相随的 就好像这个 犹大书二十一节 讲到 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 爱神就是守神的话 其实都在讲同一样事情 爱神就是保 遵守神的话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 不离开主里面 不离开 这是现在我们要努力的 那可是还有一个 我们要努力的方向 我们来看 约翰福音十四章 十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 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 你们信你不要忧愁 你们信神 也当信我 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 若是没有 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 我去原事为你们预备地方 去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 就必再来你们 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我在那里 叫你们也在那里 所以 这里在提到什么呢 耶稣提到 你们不要 你们信你不要忧愁 你们信神 也当信我 当时候 门徒相信天上真神 也要信耶稣 因为耶稣就是真神 因为耶稣 他现在是往父那里去 去做什么呢 第二节提到 绝数去的原因 绝数离开的原因 不是要永远离开他们 是要为他们预备 美好的地方来住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 大家所盼望的天家 绝数预备这个地方 那为什么不要忧愁呢 第三节提到了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 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我在那里 也叫你们在那里 所以这就是安慰 什么是平安呢 平安第一是不离开主里面 保守在神的话中 无论是真理祷告 主的爱 保守在神的话中 这是现在我们做的 可是我们信里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这里所提到的 我们相信主的应许 相信主的应许 我们就能够体会 绝数所赐的平安 绝数应许我们什么呢 今天我们看不见 绝数在我们身边 我们有圣灵在我们心里面 我们有领受圣灵 我们却能体会天国的存在 因为圣灵就是 敬天国的凭据 我们真真实实知道 绝数也已经离开了 因为绝数离开 圣灵才降下来 这就是圣经教导我们的 所以我们之所以能够得到安慰 是因为绝数还要来接我们 而这个来接呢 就不是刚刚十六章 所提的那个复活 是提到末后 绝数答应我们的 绝数会来接我们 带着千万天使 从天上降下来 来得以我们相会 所以在愿福音 很多地方都提到绝数再来 我们来看十四章的十八节 十四章的十八节 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 我必到你们这里来 二十八节 再看二十八节 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 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 其实绝数还会来 可是这个时候呢 就是末后的时候 可是我们今天 如何能够体会神的平安呢 就是我们依然要相信这个应许 绝数所赐给我们应许 相信耶稣的目的 不是为了今生而已 如果为了今生而已 圣经当中 有很多相信耶稣人 都非常的可怜 所以相信耶稣的目的 难道只是要今生有指望吗 绝对不是的 如果相信耶稣 只是今生有指望 那保罗相信耶稣 他有什么意义呢 本来按照环境来说 依照环境来说 保罗还没有信耶稣之前 他的环境 对于他来说 可能是平安的 因为他是逼迫别人的 他是有权柄 他是有名声 他是有非常高的智慧的人 虽然没有信耶稣之前 这些都是保罗的宝贝啊 可是保罗确确实实知道 纵使他环境感觉很和平 可是他心中不能胜过罪 因为被律法所下制 因为人有软弱的地方 不能完全做到神的标准啊 所以保罗 如果是因为今生有指望而已 他非常不平安 那如果因为今生有指望而已 为什么司底凡要被石头打死 被石头打死的时候 还那么开心 不是开心啊 就是看见这个异象 看见这个天开了 神向了显现了 如果只是为了今生有指望 圣经当中有很多的门徒 有很多的工人 为什么要经历那么多苦难呢 有什么意义吗 那可是呢 绝书的应许跟我们说 是在世上是有苦难的 在这环境当中是有挑战要面对的 那可是呢 我们知道绝书还要来接我们 这是我们最大的盼望 因为主来接我们离开以后 这是永远的 现在我们所面对的是 暂时的 就好像罗马书八章所提到的 我们自占自己的苦楚 要成就那极重无比荣耀啊 所以现在的苦楚 对未来的荣耀来说 算得了什么呢 我们来看 因为其实世人啊 还有很多 我们从外观来看啊 感觉比我们更有福气的 从外观来看 可是从心里面来说是被瑕疵的 所以如果只是今生有指望 那我们比众人更可怜啊 可是绝书跟我们说什么 绝书怎么安慰门徒 叫他们心里不要忧愁 是因为绝书跟他们说 这个地方是为我们预备的 因为那是神的国 那是神的家 神的家当然是给神家里面的人啊 神家里面的人在这时代是什么 就是用神的宝血所赎来的人啊 这些人是谁啊 就是我们啊 只有我们啊 我们这一家人啊 所以相信主的应许 我们对生死的观念要非常清楚 如果我们对未来 是没有这个信心的 我们不相信这个应许 我们就没有把握了 可是圣经跟我们说 我们是有这个把握的 我们紧握主的应许啊 这才是人生最大的盼望 关键在于啊 我们也没有离开绝书里面啊 如果我们一开始都离开组里面了 我们怎么承受这个应许 那所以我们今天要不断地努力 我们不要想到明天而已 明天只有明天的游历啊 明天只有明天的事情 我们今天是否还有在组里面吗 仍然有用真理来造就自己 在圣灵里祷告 仍然保守在主的爱中吗 如果我们仍然不离开主里面 我们心中自然就有主的盼望 相信主的盼望 所以最后我们来看这个菲利比书 菲利比书的第四章 是提到保罗对当时候工人的签名 在第三节有提到后半段 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 这是很关键的 在生命册上 我们都知道 我们信耶稣的人 保守在神的里面 没有离开主耶稣里面的人 我们知道未来是有保障的 我们知道名字是在生命册当中的 所以我们不会因为环境而改变我们心情 反而我们会因为环境更看见这信仰的价值 因为环境更加意识到我们的责任 我们责任不是退缩 我们责任是更加的勇敢 更加的往前 当然这个勇敢 这个往前 是有规矩的 是按照这个 就好像保罗所说的 我们要服从这个掌权者的这个规定 不要威胁到社会的这个平安的问题 所以这里提到 因为我们有这个保障 我们今天还在教会 我们一同工作 我们仍然保守在主里面 我们未来 知道名字在生命册当中 那所以今天呢 我们就要应当一无挂励 我们来看第六节 第六节到第七节 应当一无挂励 只要凡是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比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这里提到了 因此我们不要忧虑 我们心里不要忧愁 我们应当也可以 也可以以无挂励的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在主里面是有平安的 我们知道主耶稣应许就是给我们的 这个应许不会因为环境改变 不会因为我们面对什么苦难 什么病痛而改变的 在世界上 很多人所认为的福气 会因为苦难而改变 例如 我们现在在一个很好的公司工作 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家庭 我们享受很多的福气 对世人而言这是最好的 可是一旦生病 一旦有一个意外 他们人生完全改变了 不是他们改变而已 别人对他们也改变了 也改变了 因为他们没有得到真正的平安 可是基督徒呢 无论面对到什么病痛都好 无论面对到什么意外都好 这个平安在心里面 不会动摇的 这个平安永远都还在的 弟兄姐妹对他仍然是爱他的 因为我们与人之间 在这个家里面 依然已经有平安 已经和睦了 神不因为我们遭遇苦难 而抛弃我们的 不会的 这就是主的平安 那所以我们借着祷告 我们求觉书 是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 什么叫出人意外 就是他超过我们人一切的想象 超过人一切的知识 的这个平安 这平安要做什么呢 要保守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心怀意念 这是重点 今天我们祷告是有目标的 在这个苦难环境当中 我们真的要求神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让我们的心怀意念 不要离开主里面 让我们的心思意念 仍然能够相信主的应许 因为主的平安已经赐给你我了 这平安已经在了 可是要求觉书保守 我们要努力 我们要求觉书保守 我们早上就学到这里 愿觉书赐福于大家 我们同来唱